我们选给民进党就是我们不要被大陆管嘛 对对我们民主要自由嘛 我要挺身而出啊就是 这时候我要告诉你说你现在要离开你的女朋友了啊 你要去那边训练了半年才会回来 然后已经没有放假了 在军中也不能打传说对决 不能在那边说什么打中路打下路啊 赶快集结啊打中路啊 你去那边打中路打下路啊 不要再打野了啊 这个都不行了哎 你还要去吗 第三个标题是国防部拟定庙会的8加9 阵头要上战场 不只打鬼啊 意思是说那些阵头不只要打鬼啊 你还要打大陆那边的红共哦 国防部抛出了一个新的点子 他说希望能整合民间各部会站立提供协助 8加将啊 或是那些庙会那边跑来跑去那些人啊 这公庙活动在台湾肯定不陌生 大型一点的少说上百上千甚至万人 国防部就认为这些人力在战时也能派上用场 他们愿意吗 应该是听到有点不沙沙啦 但是如果说真的国家有这个需要 自己的国家自己就 我觉得记者应该换一个方式问啊 说那个你们现在就要去当兵了 然后一次当两年你愿意吗 我觉得他会马上说 我们不要录我不要录我好不好 哈哈哈 确实事实就是这样子啊 你以为打仗就直接你穿了8加将就去打了吗 不用训练吗 定期的动员 这个跟这个教育训练是有可能的幅化是必要 对啊 定期的动员跟教育训练是很必要啊 对啊这才是重点啊 不是一句说你要不要去 你麦克风都在他前面他当然说要去啊 你要说要叫招了哦 当完兵的还是要去当啊 没当兵的要当久一点哦 你要不要啊 为什么民进党 永远都不敢对那些 该去当兵年轻的人 下手 一下就说要动员后备军 后备军都什么四五十岁那些啦 或者说什么8加将那些啦 为什么都不去党说 现在刚当兵的这些年轻人 或是这些废亲的人 因为时局不同 所以我们要当兵当久一点 他永远都不会得罪到废亲啦 一下子说要用什么后备军啦 后备军就是我们已经入社会很久了啦 当兵都已经拖久了 我现在连枪把什么开保险都不知道在哪边的 要把我们这些人叫回去训练 啊不然就叫8加9庙会了 啊庙会的人不是太年轻 不然就有年纪的人了 搞叛天都是找一些旁门左道人 怎么不去训练那个现在轮到他要保卫国家这些废亲 把他抄一点嘛 为什么要抄一点 抄一点是我们的问题吗 是民进党执政的时候两岸关系非常紧张啊 两岸关系非常紧张 他才会共鸡飞来飞去啊 有因才要滚 那你现在抄你的支持者废亲不是刚好而已吗 所以这个时候废亲要跳出来说 我们志愿站在那个最前线啊 我们选给民进党就是我们不要被大陆管嘛 对不对我们民主要自由嘛 我们看到香港的渐进 我们不要像香港这样子嘛 我要挺身而出啊就是 这时候我要告诉你说 你现在要离开你的女朋友了啊 你要去那边训练了半年才会回来 然后已经没有放假了 在军中也不能打传说对决 不能再来一场了 不能在那边说什么 打中路打下路哦 赶快集结啊打松路哦 你去那边打中路打下路哦 好不要再打野了哦 这个都不行了哎 你还要去吗 感谢ksc抖了那30块 因为年轻人要快乐成场 所以先把不投他们的人送到战场上 没有错不投他们的人就送到战场啊 讲到精华了啦 不投他们票的人都上到战场啊 见鬼了 这一段要减精华了 那全部都精华 有时候那些废青 你们要认清事实啊 现在的局面是谁搞出来的 那你们刚好这个年纪 升强力壮的时候是不是 赶快去啦 你们这个年纪刚好是噴最远的时候 就是利器 利器汗水噴最远的时候 看到这是个优质的频道 汗水噴最远的时候 就伸箫力壮 赶快民进党 赶快把这些人训练起来好不好